锦州烧烤近些年来发展迅速 不但在国内遍地开花 甚至还开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锦州烧烤在2005年成立了烧烤协会 李志出任第一任会长 至今已经13个年头了 每年协会都会带着会员单位外出考察 把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带回到锦州 在那边学的德式烤猪肘 因为德国人它菜系不像咱中国这么丰富 菜品相对简单 那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肘 他们做的相对简单 就是腌制 腌制之后的话直接去油炸 油炸完之后直接放到火箱里面去烤 拿到咱们锦州 结合我们这个烧烤的一种烤法式成络 一定跟它有区别 就是说我们还会给它改变 因为它可能说用烤煎烤 到咱们家我就给它改变成 用这个木炭烤 包括这个腌制的过程 油炸的过程 蒸煮的过程 烤制的过程 完全是对样 味道也会对样 烤是人类门名的起源 世界各地的美食 都与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在有了烤之后 才衍生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朋友方式 而李志他们每次出去 都是在寻找当地美食 与烤之间的微妙游戏 将这种游戏复制回来 返还给烧烤 锦州烧烤乃至全国的烧烤 全世界的烧烤 它同时演化像全世界的各种菜肴 但是全世界的各种餐饮的每一道菜 又能反映出来他们的做工 的话说再归还给烧烤 烧烤再去借鉴 锦州烧烤的起源 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 八十年代末 正值改革开放之初 锦州的街头 出现了最初的烧烤路边摊 一个简易的烤炉 老板同时兼顾烤工 只有羊肉串一种菜品 顾客围着烤炉 随吃随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眼界的开阔 单凭羊肉串 已经不能够满足广大食客的需求了 锦州烧烤开始在食材上 有了明显的变化 每个月啊 每一年呢 逐渐增加这个什么鱼 海鱼 然后还有这个烤这个白酣的 锦州特产的 陆续有这个各种肉 鸡翅 翅装 鸡骨 这都是陆续增加 增加到现在的话 最少有几百种 锦州南陵渤海 物产十分丰富 易线绵羊 肉质细嫩 烤制后 色泽鲜亮 肥而不腻 锦州干豆腐 轻薄如纸 口感弹牙 浮海湾特产的白憨子 薄皮海螺 味道鲜美 滑嫩多汁 这些都为锦州烧烤 提供了最基础稳定的食材 你不能管高菜 家里都在比的 就看你谁家 说这个还好吃 物廉价美 环境还好 服务还好 方便面都好 你这样生意才有得多 才有得发展 就是说锦州烧烤手 都今天 才能做到说 北有的地区有面 东北有面 甚至到全国有面 甚至还有 开到国外去 有一家 开到 门本 到两家门本 烧烤 从烤品单一 到现在 几百种菜肴 再到各家 都开始专注于 菜品品质 服务质量 逐渐找到 适合自己的特色菜品 独树一致 在全国 甚至国外 遍地开花 已经走过了 几个阶段